瓜奇 我今天不是跟你吵架 我們今天就是日子 你昨天去遊行場外這些批判 真的非常不合理 你這樣子散播不實的訊息是對的嗎 我問你黃國昌有講真話嗎 沒有 沒有 我問你瓜奇就好 黃國昌哪裡沒有說真話 請你跟我講 我覺得這個人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基本上他不會真的說謊 他永遠講的都是事實 可是只有一部分的事實 你前面說 黃國昌說的都不真實 你現在又說 他說的是真實 你弄得我好混亂啊 所以他講的是真的 還是假的 還是你根本分辨不出來 我最近看到現在很難過 瓜奇 我今天不是跟你吵架 我們今天就事論事 我不是要跟你吵架 我再三的講 但是您昨天去遊行場外這些批判 真的非常不合理 國民黨的一人一行 民進黨的一人一行 民眾黨的一人一行 都攤在這個陽光底下 你有看嗎 黃國昌跟所有人 跟媒體跟爭論節目 在這三四天不斷的講 連聊天室都知道 麻煩你去Google 沒有企業要被調查 沒有人民要被調查 唯一要被調查的就是官員 這句話黃國昌講到爛掉了 所有人都講到爛掉了 然而你可以Google嗎 你這樣子散播不實的訊息是對的嗎 我問你黃國昌有講真話嗎 沒有 沒有 來 我問你呱急喔 我問你黃國昌為什麼沒有講真話 在哪裡 黃國昌哪裡沒有說真話 請你跟我講幾月幾號 什麼法案什麼影片 哪一個直播 我覺得這個人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基本上 他不會真的說謊 他永遠講的都是事實 可是只有一部分的事實 我第二次聽不懂你在講什麼的 你前面說黃國昌說的都 不真實 你現在又說 他說的是真實 但是裡面有一點不真實 所以到底是真實 你弄得我好混亂啊 所以他講的是真的 還是假的 還是你根本分辨不出來 你們這群人都說只有一個人變了 叫做黃國昌 當年什麼夥伴 我們太陽花的夥伴都在這裡 只有一個人變了 我跟你講 只有一個人沒變 只有一個人 民進黨買不動他 只有一個人 自己孤孤單單的在努力 今天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通過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黑箱揭開 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們為了要揭開 民進黨的黑箱 這八年 但現在這一群人 卻反過來說 我們現在在黑箱 這是一個多可怕的事情 裡面有一群流氓 他們霸凌的這個國家 霸佔的這個國家 八年之久 這群流氓 現在指著外面這些人 說你看外面這些流氓 到底誰才是流氓 到底誰才黑箱 我們會在黑箱 我們會來看 我們會來看